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阿德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伦敦蜀足奇遇记 美丽坏东西 这部电影是K星人大林 爱看学的小蜜蜂 和MDF推荐的 么么哒 老葵是酒店前台职业班的 中秋过后半夜 有人告诉他房间马桶堵了 他二话不说上去检查 我去 这啥 本着相信科学 相信皮固套毛裤 必定有缘故的原则 他伸手想把里面东西掏出来 一颗完好的 新鲜的人类的心脏 难不成有人在酒店被杀了 人命关天 他第一时间报告了 酒店经理中风哥 不想中风哥听了慢悠悠说 不就这心脏吗 多大点事 老葵说 不行啊 咱们得报警 中风哥就说好啊 我帮你给警局打电话 老葵可不敢见警察 因为他是非法移民 中风哥还给老葵几张钞票 估计为了酒店生育 想让他封口 老葵没药就走了 他这忙了大半宿 回了家 愣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这可是在国际大都市伦敦 而且是这么高档的酒店 咋会发生这种事 听中风哥那口气 这事好像平常得很 反正也睡不着 他索性找阿易聊天 阿易的身份比老葵好点 是中国来的合法难民 工作是在医院太平间处理尸体 和老葵两人是好奇友 听老葵如此之玩意说 竟也挺淡定 大城市就是藏屋纳垢的地方 啥都有可能发生 阿易劝老葵别多管闲事 他一个非法移民 重要的是适应环境 而不是质疑他 就是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 但人命关天并非儿戏 而且阿易和老葵同为伦敦属足 今天死的是别人 明天死的可能就是他们 于是阿易鼓励老葵 继续帮助还能帮助的人 老葵是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偷渡客 为了攒钱 白天开出租车 后半夜去酒店值夜班 上午才有空回家睡 他连房子都不舍得租 住在同事桑娜的出租屋 睡沙发 晚上桑娜回家 他在外工作 白天他回家 桑娜在外工作 除了休息日倒也不会打扰 桑娜是从土耳其来避难的难民 和老葵一样整日为生计奔波 按理说 难民入境后的前六个月不能工作 但他偷着去酒店当清洁工 他收留老葵也是冒着风险 桑娜是难民 本来就破例拘留了 要是被警察怀疑 把房子租给他人 要被关监狱 然而 桑娜的邻居还是注意到了老葵 通知移民局搞了场突然袭击 警察一进门就让桑娜出示身份证件 接着就是乱翻抽屉 穿鞋上床 小物件随手甩开 桑娜惊慌失措 却无计可施 在这个国家 他本就低人一等 好在老葵提前逃了 警察没有收获 兴兴离开 老葵逃走时 连鞋和外套都没来得及穿 长区的餐厅老板看到 给了他双鞋 长区的酒吧老板看到 给了他件外套 还捎带着 爷鱼了几句 老葵经常帮这些男人 治花柳病 手道病除 这些人对他是一百个尊敬 但没人问他 医术从哪儿学的 同为伦敦蜀族 大家都有点不愿意说得过去 说回一名局警察 他们在桑娜家 发现了酒店的百件 怀疑他在 酒店工作 就在酒店门口堵他 准备抓现行 正好是老葵接待他们 一看表还有几分钟 桑娜就要来了 他得想办法提醒他 可他分身乏术 之好 同事正和一妓女 谈几个亿的大项目 快到紧要关头 去接到老葵的电话 他脑子里天人交战 最后还是硬生生停下 跑到门口 把桑娜救走了 你问同事 为啥对老葵这么甜 还不是因为老葵先对他甜 之前他和妓女乱搞 老葵从来都 兢兢一夜 替他值班呢 就这样 桑娜又逃过一忙 但为了怼移民局警察 他必须辞职了 老葵帮他找经理 结算工资 却在办公室遇到一对奇怪的人 他们像是父子 年轻的那个表情痛苦 好像对经理有事相求 但经理鸟都不鸟他 老葵看不过去 见男人叫得凄厉 上前仔细查看 老葵从没对人说过他是医生 连经理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老葵看到 男人衣服下面 有道又长又深的伤口 必须马上手术处理 但两人一听要去医院 眼神都变了 连连挥手 两人不会说英语 法语也只会很少一点 老葵瞬间明白 他们是和自己一样的非法移民 得救救他们 老葵戒阿易的关系 冒充临时工混进医院 偷了药和手术用品 给男人做手术 手术发现 男人的伤势手术上 是取肾手术 男人家有个小女孩会说英语 通过她 老葵得知 男人做手术的地点不是医院 正是他工作的那家酒店 而且 为他主刀的就是经理 老葵全明白了 经理在进行器官交易 别人给他肾 他给别人护照 上次把人心脏冲进马桶的人 估计也是他 不知道是他没开好刀 还是都开了几刀 反正都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他还没想好怎么对付经理 桑那那边先出了问题 桑那丢了酒店清洁工的工作后 去了家前少适多的服装厂 不想移民局的人 闻着味儿也来了 除了老板 工作的都是非法移民 老板知道是桑那招来了警察 他答应保护桑那 但有个条件 你有这么美丽的男人 桑那是穆斯林 是贞洁高于一切 老板便让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即使如此 桑那也受不了了 他在非法移民圈子里听说 酒店经理能用盛换护照 就找了经理 准备一刀解千仇 他换护照是为了去纽约 他听在纽约的亲戚说 纽约像个童话世界 树上挂着灯 警察骑白马 他本性是天真的 处境是绝望的 二者加起来 足以把他推上深渊 桑那并不在乎 被挖内脏是不好 可他在恶劣的环境 出卖劳动力 甚至出卖尊严 也好不到哪儿去 穷人除了身体 没有别的资本 但他也看出了老奎对他的关心 独身漂泊在外 别人一点关心 他便会沦陷 老奎之前为他做饭 运衣服 他都看在眼里 他打算破釜沉舟 鼓起勇气 咬了服装厂老板的命根子 并趁老板不注意 把最贵的衣服偷了出去 这是他做过最大胆的事了 他亡命之徒一般逃了 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老奎 他说 我偷出的衣服 价值三百磅 足够我们花一阵子了 他看向老奎的神情 是那样急切 就差吐出最后一句 我们私奔吧 可老奎是个迟钝的家伙 转手就把桑娜送到了太平间 啊不是 他见桑娜没地可去了 安排他去阿易 在太平间的办公室暂住 而老奎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经理厅说他是医生 打算拉他加入器官买卖 让他主刀 试诚之后给他护照 每做一次手术 另给他三千块 这缺的事 老奎自然不干啊 但经理也不死心 无数次精神污染他 说这个小女孩生了重病 远道而来就为了换一个肾 要是换不成就要死了 说那个非洲来的同胞 有一个梦想 就是换护照 你愿意帮他们实现梦想吗 总之一句话 器官买卖 早就是成熟的产业链了 你老奎装什么清高呢 老奎内心 那叫一个天然交战啊 而迫使他最后做决定的 不是自己 是桑娜 桑娜在太平间住了一晚后 再见到他 毫不掩饰对他的依恋 但他依然退缩 老奎是非法移民 不敢拖累桑娜 而桑娜觉得没人爱他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 找到经理 立马要取胜换护照 但他没想到 经理对他也有所求 他害怕极了 但护照也在向他招手 反正卖肾也是出卖身体 反正在服装厂 他已经卖过尊严 他屈服了 只说 别看我 很快 经理完事了 他为破了桑娜的处女身 洋洋得意 他早看出了桑娜 对老奎有意 去惊老奎居然没碰过他 他还透露给桑娜 一重要消息 他调查过老奎的背景 老奎有过老婆 他老婆死了 而且就是他亲手杀的 另一边 老奎找不到桑娜 就去酒店找 却因为堵车 姗姗来迟 见桑娜被经理侮辱 老奎怒了 他决定发起大反攻 之后发生的事 就好理解多了 主角一旦觉醒 别个谁都不是他对手了 他堵了经理的车 说自己改变主意了 要帮桑娜主刀 条件是他的护照 经理呢 是估计刚才爽过之后 大脑和命根子换位思考了 二话不说硬下来 而后老奎联系了 酒店相熟的妓女 让他为桑娜送去了 避孕药 还安慰了桑娜好一会儿 谁让之前老奎救过这妓女呢 妓女对老奎也是格外甜 接着 老奎联系阿姨 偷了手术用具 联系酒吧老板 开车把这些都送去酒店 让桑娜装睡 假装麻醉完成 骗过经理 又给了经理一瓶酒 让他解渴 经理二话不说喝了 接着 咕咚一下倒了 估计聪明的观众 已经猜出来老奎要干嘛了吧 对 他割下了经理的肾 交给兰约定来取肾的人 他要让经理自食其国 但这一次是老奎他们这些属族反攻了 他们凭着被逼至绝望的勇气 和彼此的信任 也能有一次 把那些趾高气扬的大人物 玩弄于鼓掌之中 阿姨开车来接 老奎和桑娜带着新护照 直接去了机场 一路畅通无阻 桑娜要去纽约 老奎要回老家 老奎猜出经理会跟桑娜八卦她的身世 干脆自己合盘托出 她在自己的国家是个病理学家 有个政府官员被枪杀后 有人找上门要她湮灭政务 她拒绝后 家里就被纵火了 妻子当时就在家 从此 她被冠上了杀妻之名 成了通缉犯 好在她的女儿还活着 她在外努力攒钱 就是为了早点回家见女儿 这是她第一次和桑娜交心 但马上就要面临离别 她和桑娜说起 她之前对纽约的向往 桑娜却说 都是鬼扯 这一番经历过后 她已经从童话世界 来到了现实世界 这里很残酷 规则全由上位者制定 他们属足只有卖命的份 而且一不小心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但这里又很美好 他们可以抱着一颗赤诚之心交朋友 而且交到的朋友 能在你危难之时 毫不犹豫地帮你一把 而你要做的 就是别太容易灰心 无论何时 都要有支支死地 而厚生的勇气 这些都是老葵交给桑娜的 比爱情重要得多的东西 离别将近 他们在机场中间拥抱 情侣一样脸颊相贴 那些没说完的话 早已有话为了行动 而心底深处的 就继续留在了心里 成为他们最好的回忆 好了 我是阿德 下载K星球 和众多K星人聊电影 交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